到时候就是AG超完会 让三追四的希望 超级兵来了 让它高兴 成都AG超完会 让三追四的请进 胜者组决赛 AG雷霆杯让三追四战胜XYG 极光拿下维武杀 超级兵推掉水晶 这真是谁都想不到的剧情 巅峰对决两支队伍的选择差别很大 XYG也是以景泽的孙上香味核心 给他搭配了名士尹 AG这边则是这个版本 比较常见的巅峰对决阵容 AGXYG打得很主动 直接入戏了AG的篮区 沈梦西拿到了静的衣血 过海内的冬皇太医拿下双杀 AG并不算亏 直接来到三分半 AG辅助冬皇 咬住XYG的吕布 AG梦耀的吕布 直接大招跳塔下 同时静也开启了大招打满伤害 梦耀一闪收掉葱花 静击杀了公本 直接建立起前期优势 中期AG利用运营逐渐将经济拉开 梦耀先手大招开团 但被景泽的孙上香顺秒 AG的冬皇咬住了葱花的吕布 但自己也被换掉 AG打了一波一换二 给了XYG一波喘息的机会 直接来到15分钟 随着九成一闪开团 梦耀直接大招跟上 葱花的大招还没落地 就被冬皇吸住 这个时候 公本五藏也有点上头了 背景当场反杀 紧接着出现了本场最精彩的一幕 九成的不知火舞一闪开团 并且用金身骗了一波伤害 AG所有人一拥而上 极光的公孙黎完美个人操作 拿下围武杀 随着炮车和超级兵推掉水晶 AG也完成了让三追四 毫不夸张的说 如果极光这波武杀出现在KPL 绝对是历史级别的名场面 含金亮甚至可以媲美当年的前程 移光最近的手感非常火热 频繁打出极限操作 看到他这样的表现 AG的粉丝们也会有更多的期待了吧